现在这一堂 养子不教 谁知过 首先要记得第一点 教养是长期累积的学习与习惯 长期的 不是你今天回去给他吼一顿 讲一顿 他马上就好了 他必须是累积的 孩子有没有教养 是所有父母的关怀与责任 很少有父母会愿意承认说 我的孩子没教养 很少 基本上没有 孩子小时候 如果说谁家的孩子 被人家讲一句 这个孩子没教教 那做父母的就觉得很受伤害 我们会觉得说 他哪里没教教 是别人不理解我家的孩子 我的孩子聪明活泼 他不是皮 他是聪明 而且我们也有管 孩子没有那么大理不道 我们常常会为我们的孩子解释 可是当你的孩子 进入到小学 进到中学 学校开始也反应有问题回来的时候 或者你的孩子开始顶撞你 你左右支持他不动 做父母的无力感 就会开始有了 然后会奇怪说 喂 为什么别家的小孩 看起来那么好呢 人家是怎么教的 你知道教养这件事情 很多父母不了解 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学习 可是你仔细地思考 什么叫教养 这两个字 包括了什么 要教 也要怎么样 养 那很多父母做到了什么 养 可是没有做什么 教 很多父母可以说得出一大堆道理 可是他没有付出需要的时间 跟耐心 很多人不了解 孩子不是一天就变坏了 也不是因为他一出门 交到坏朋友 一下子就成为逆子 孩子的行为走向 是长期累积的学习与习惯 所以我要强调什么 种什么 你就收什么 孩子小的时候 你要花时间去播种 施肥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本书 管教的智慧 他就是从这个讲起 松土 你要播种 施肥 浇水 拔草 长大了以后 他才可以安然地进入收成 问题是 太多父母小时候不管 长大了以后 操心不完 教养孩子这件事情 非常的公平 你开头你不用心 你不代表你一辈子躲得过 你知道吗 你迟早 你都得介入你孩子的生命 所以 他是从小一路 栽种塑造呢 还是你一路不管 长大以后 再纠正 再扭回 你要知道孩子长大了以后 你才管 你要花更大的代价 你在补很多的错 你还不如小的时候 你就把他的底子打好 所谓的身心灵 底子全打好 你要等到他长大以后 你除了补他的错 你还会搞到伤心难过 那时候还不见得有任何的效果 所以教养 抓到第一个原则 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我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他有两个旋 等到我们带着儿子走亲戚 到我哥哥那里去 我哥哥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儿子 有两个旋 通常两个旋长在后面嘛 他有一个长在前面 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一个旋 这还有一个旋 两个旋的孩子代表什么 个性非常的固执 两个旋 你说不动他的 所以那时候我招他两个旋 我就知道了 什么事情都要及早开始 因为我那里想 很少人长大了以后 不断地跟他父母争辩 说我为什么要刷牙 他为什么不争辩呢 一小的时候就给他养成习惯了 对吧 在他还搞不清楚 没有语言的时候 你就把他习惯先养好 他做习惯了 长大以后 他不会今天挑战你 我为什么要刷牙 对不对 拿起来就刷了嘛 上完厕所 为什么要用卫生纸 对不对 从小就教 他不会跟你争辩的 所以我趁他还搞不清楚 东南西北 我就开始跟他培养习惯 这样子他慢慢长大 我们减少了很多的争议 所以一定要几早开始 越早越好 你错过了最好的时候 你也不要放弃 因为晚投入又比从来不管教好 所以其实今天你们来 我很高兴 我也谢谢你们来 因为我们都是愿意学习的父母 这点很重要 然后管教孩子一定要远见跟想法 老实说我没有太多管孩子的心得 我只有一个心得 就是不管在哪里 上广播 开讲座 写专栏 我都是重复鼓吹 你教养孩子要有远见 要有意象 要有想法 什么意思 事先想一下 你想要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讲不讲得清楚 然后呢 你再去帮他走向那个蓝图 你知道很多中国父母 没有仔细想 大概都有个蓝图 那个蓝图呢 都是跟他未来的选修 职业 还有这个薪水 大概多少 很有概念 比较不会去想 品格 希望他有些什么品格 也没有会想说 我希望我的孩子 一定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我们都没有 你知道你不去想的时候 孩子 现在的孩子 已经很少读圣贤书了 对吧 光去读学校的书 没办法有品格 你们知道吗 然后呢 挂在网络 也没办法学品格的 他们所学到的 学校教的 都只有学科 所以你要先想好 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做一个负责任的 守法的 对人有人意之心的 测语之心的人 如果是这样 那你现在的对待方式 是不是可以帮助你的孩子 有责任感 如果你希望他成为一个 有责任感的人 你现在管教他的方式 没有让他去负责 他玩具完了就撒一地 他没有再负责 你想让他走到那里 他走不到的 所以你先想清楚 你要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希望他成为一个守法的人 你现在就要让他有一个 尊重权威的一个态度 如果在家里 孩子眼中没父母 小霸王一个 你指望他进了学校 会尊重老师吗 你指望他进入社会 会尊重法律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如果说孩子因为怕受罚 他在学校会听话 你希望你的孩子 一辈子守法 是因为他怕被抓 不怕被抓 他就钻漏洞吗 还是因为他内化了一些价值观 他不会去做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里面有正确的价值观 而不是只是在外面见风转舵 然后价值观 他不会可动可吸 他会有一些坚持 这些就是你要去画的蓝图 所以一切都要有远见 从家庭做起 在家里交起 你才不会等孩子长大了以后 补破洞补不完 发生问题 你的反应只是在那里跳脚 你事先有远见 你是主动出击 不是直接的凭反应 来骂你的孩子 凭反应的通常是出气 你不是在管教 所以要主动出击 所以我们要分辨一下 处罚跟管教的差别 差别在哪里 你能分辨这两者的差别吗 管教 就是带有远见的教养 它不是处罚 管教是管中有什么 教 教中也有管 你有一套想法 你有蓝图 想好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品格 那在什么样的事上 你要要求 什么样的规矩需要立下 你可以把孩子塑造成为那样的人 出发呢 出发是事后发生错误了 你火冒三丈 你拿起板子就抽 你事先没机会想清楚 你没时间想 你也不晓得要想 能发生以后再处理 那种处理是片段的 不是整体的 你针对每一件事情来反应 你这样子不见得可以塑造它 走一个方向 孩子呢 也抓不清楚 你对它的期望 所以我们常常处罚 就是一大堆的不可以 没有说什么是可以 所以他只知道说 不要吵 不可以吵 不可以闹 不可以跳沙发 这都是什么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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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可是孩子全身的精力无穷 对吧 你跟他不吵 不可以叫 不可以跳沙发 那什么是可以呢 没讲 所以教是什么 我们不跳沙发 你想跳 你可以在这边跳 你指出一个什么地方 可以 不要全部都是不可以 不可以只是归零 他并没有真正的知道 什么是可以 做出正确的行为 你没教他 沙发要怎么样做 是被允许的 要教 什么样的范围 他可以发挥他的精力 你要教 不要只是告诉他 不可以 不要让他只是觉得被挨骂 那是处罚 那不是管教 然后在爱里面 我们要设下规矩 规矩很重要 规矩让孩子知道 他整个的范围 将界 我们今天有一本书也是 我刚刚说给孩子立界线 有没有 很重要 因为这个界线 让孩子知道 他行为的方向 踩过去 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这会让孩子 之所遵循 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受罚 而且很重要的 规矩范围立下 你是给孩子安全感 杜布森博士 他说 研究调查显示 当一个学校 有围墙的时候 孩子会玩到墙边 有时候还想 试着爬墙出去 可是当他把墙拆掉的时候 所有的小孩 全部集在操场中间 不敢过去 因为没有人知道 到哪里就是危险 那个界线没有画 全部都缺乏的安全感 所以规矩很重要 规矩范围 将界 这都是塑造你孩子的品格 提供孩子一个安全感 我们其实不需要专家 我们很容易看出来 一个家庭的孩子 有没有规矩 你看不看得出来 你不需要结婚 你不需要做父母 你都看得出来 这家的孩子 有没有规矩 如果孩子想不吃 他就不吃 然后吃的时候 满地跑 妈妈跟着追 跟着喂 这叫做没规矩 有的规矩呢 是叫什么 我们叫off the table no food 下了桌 没得吃 你下了桌 你就没得吃 那怎么办呢 他要去玩 没吃 他不在乎 晚上十点钟开始饿了 十一点钟开始饿了 怎么样 你可不给他吃 不给 因为刚刚吃饭的时间 你没有再吃 下去了 你就没有得吃 你知道一个有爱的家庭 饿不死孩子的 你知道吗 他不吃一顿 他不会死 他会记得 只要你off the table no food 绝对不要 妈妈在满地追得跑 拜托你吃一口 拜托你吃一口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吗 搞不好在座的有这样的吗 干嘛给自己找麻烦呢 干嘛给自己找这种麻烦呢 孩子饿不死的 饿不死的 所以呢 也不要在吃饭前 你知道我们小孩子 从小吃饭前 就没有零嘴 我们跟他讲原因 不要破坏你吃饭的胃口 所以你不要到了六点钟吃晚饭 五点钟给他吃那个薯条 你在破坏他的胃口 到吃饭的时间 他不肯吃了 是有原因的 那个吃饭习惯 是你把它破坏的 所以从小给他一个正确观念 吃饭的钱 其实两个钟头 就不应该再吃任何其他的东西了 所以到了吃饭时间 大家一起上桌的 就是吃饭的时间 下了就没有了 这里很重要 规矩 规矩 餐馆你更是了 孩子闹疯了 怎么样 塞他一杯波巴奶茶 这一杯波巴奶茶 像奶嘴 塞进去他就安静了 结果你发现 塞进去以后怎么样 更闹 你知道为什么吗 所有的奶茶里面 是高糖分跟咖啡因 你知道这会让你的孩子好动 你知道吗 有时候看了 真是让我很紧张 两岁的小孩给他吃波巴奶茶 在美国的小学老师 一律要求父母 拜托你们给他吃的早点 不要带高糖分 因为高糖分的早点 孩子进到学校坐不住 糖会让小孩好动 所以父母你一定要了解 你没有规矩付出代价的是孩子 一个没有规矩的小孩 所有的人一看皆知 小霸王 只有自己的父母盲目 觉得他可爱 他聪明 小时候勉强可以称得上可爱 长大了以后 出去到哪都招人闲 你想想多大的孩子 他还在吃奶嘴 你可以想象那种状况吗 谁会喜欢 所以需要定规矩 不成熟 该到那个年龄 还不够成熟 你是在害你的孩子 你在害他的人际关系 发展不了 因为他不成熟 定规矩要有大方向 有目标 设规矩的目标 你不是要交一批 中规中矩的小孩 让他碰到混乱 不知所措 你是要养成一个 尊重权威 负责任的习惯 这样即使 他不在父母身边 价值观内化 他也能够分辨好坏 所以设规矩有几点要注意的 第一个 规矩一定要清楚 先告诉你的孩子 玩具需要收拾 不收 后果就是 明天这个玩具 你就不能玩 这叫规矩 然后你知道 小孩子小的时候 你很少说了 他马上就照着做了 你知道 所以要反复 说清楚 第一次 说了 比如说我们常常是小孩玩玩具 要他上床 常常是个挣扎 对吧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再五分钟 他当然没有观念 对吧 所以三分钟的时候 再提醒他 你还剩下两分钟 然后在一分钟 你要给他警告 一次警告 两次警告 第三次没收 孩子就懂了 孩子就懂了 收拾 是一个很模糊的字眼 你知道吗 什么叫收干净 尺度在哪里 东西放哪里 怎么放 你要清楚的示范 你带着他做 你一开始说 玩具一定要收 你带着他收 边收 边教 整齐的观念 收拾的方法 收拾整洁 对我们大家都好 这是一种卫生 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你边带他收 你边解释 很多父母很模糊 他说 玩完了 要收玩具 就走开了 觉得孩子自己懂 怎么可能 立规矩就是要画给他看 什么是圆 什么是方 规矩就是方圆嘛 你细节要示范清楚 洗碗怎么算干净 你说待会吃完饭 你洗碗啊 然后回来就跟他说 怎么洗成这样 我都还要重复洗一次 我洗都比你洗得快 这样子他学不到 所以教人家洗碗 刚开始的时候 做给他看 第一次 你做给他看 第二次 你带着他做 然后呢 放手监督 然后呢 回头检查 看到那个步骤没有 这跟你们带门徒训练 是一样的 门徒训练也是说 你先看我做 然后呢 我带着你做 然后呢 你来做 到最后 我监督的你做 是不是这样子 门训都是这样嘛 还是你说 事情就交给你了 然后回来就验受了 不可能嘛 带小孩是一样的 细节要交代清楚 你不要说去洗碗 然后他碗打破了就马笨死了 然后说 别让你做了 再让你去洗 我们碗都没了 你在剥夺孩子的学习机会 学习他跟着你的指示照着做 而且做好的机会 你不说清楚 事后又跳脚 是很多父母会犯的毛病 你这对孩子很不公平 因为他只听到 这不对 那不对 那到底什么是对 没有人教 说清楚 第二个 解释为什么 很多父母跳过这一步 对孩子问为什么 觉得很生气 因为我们觉得 他是在挑战我的权威 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问题 大人叫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 或者是说 为什么问 就是因为是我说的 我是你妈 就叫人解决一切 如果你教孩子有一套计划 你要对每一个规矩 都清楚 后面的原因 他常牵涉到什么 价值观 规矩是跟价值观 是连在一起 他牵涉到习惯 习惯也跟价值观 是连在一起 所以你最好 在解释为什么的时候 传递你后面的价值观 你不解释的后果 孩子是无意义的 他跟着你照着做 长大以后 他会觉得没意义 他就不再做 没意义 为什么还要听 尤其是父母 如果在他长大以后 不能再跟前跟后的钉 比如说不要说谎 你跟孩子说不要说谎 今天他说了谎 你非常的生气 孩子有时候分辨不清 你的生气是因为他说谎 还是因为 你就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 所以他不会知道说是 说谎本身会破坏 关系 当这一次失信于人 下一次人家就不会相信你了 所以他们只会觉得 说谎 妈妈会生气 所以我不要说谎 那个妈妈会生气 没有价值观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的孩子 每一次做错事的 我们也会打斗 鸡毛胆子好像是 普遍的家庭情聚 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也用鸡毛胆 我们家是用鸡毛胆 所以有一次在超级市场 他看到满 面强都是鸡毛胆 吓坏了 怎么全都是鸡毛胆 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会要打 而且是情绪控制的打 不是失控的打 打之前先问 妈妈为什么要打 因为妈妈很生气 错 妈妈为什么要打 依照他讲正确的说 因为我不应该说谎 因为有时候他不知道 为什么要打 你知道吗 他常常说我错了 他不见得知道 他错在哪里 如果说是 为了怕妈妈生气 而不说谎 这没有什么意义 懂吗 他不是为了讨我们的喜欢 就比如说性教育 如果你告诉孩子说 你以后别在外面 给我胡搞瞎搞 搞了他的肚子回来 你没有传递 什么叫手针 你只是传递说 不要给我找麻烦回来 是不是这样子 你要传递的是一个价值观 你要告诉他 婚姻的重要性是什么 你要解释 现在两性关系的意义是什么 这礼拜六我们会讲 性教育 你不讲这些 你说你不要搞大了肚子 给我回来 他就想到什么 我只要不要搞大肚子 我什么都可以做 是不是这样 或者是说 你只是怕我把麻烦带回家 不让我做 那我自己处理堕胎 总可以了吧 那个有太多的洞 给他去解释 所以你一定要把 后面的原因解释出来 作为一个父母 一定要花心思来思考 设下一些规矩 然后合理的解释是什么 孩子一定需要 厚实一点的理由 来听话 小孩如果每次撒谎 你就打骂 你还不如坐下来 跟他解释 撒谎 对他跟父母兄弟之间的关系 会产生什么危机 如果每次母亲对孩子说 来吃糖 你跟他解释说 来吃糖 然后他来了发现 没糖 你说你是什么感受 你下次叫你来 你还来不来 你这样去跟他解释 撒谎 到底是对 这样的关系 有什么影响 你用他的年龄 可以理解的语言 去跟他解释 这很重要 然后你还要告诉他 不听话 会有什么后果 一个规矩设下 没后果 等于没设 你知道吗 一定要有后果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规矩不讲清楚 后果也不讲 到时候一顿打骂 一顿打骂 他只知道你很生气 什么也没学到 他不敢做某件事 是因为怕你生气 这样的教导是失败 是失败 因为我们希望培育 我们的孩子价值观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知好歹 而不是为了取悦我们 而不做什么事 我们希望 即使我们不在他身边了 他也不会隐瞒我们 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 我跟我的女儿说 你绝对不要到 一个家庭里面 我不知道国内的文化不一样 国外是很注意这一点 就是不会让小孩在 没有大人在 放在一个家里 所以我跟我的女儿说 你要到同学家去玩 如果说那一家没有大人 你就不要去 你就要回来 如果说你要从那一家 再到别的地方去 你一定要先让我知道 所以她有个邻居 一个小女孩 跟她说 我妈在 你来 我女儿就去了 就我女儿去发现 她妈其实不在家 她是一个长期 一个小孩在家的 父母都不在的 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 她要带我女儿 去别的地方 所以我女儿说 可是我跟我妈讲 我是到你家 然后我跟我妈讲了 你妈在 你知道她怎么讲吗 你不需要告诉你妈呀 你知道小孩在外面 就面对各种这样的 你知道吧 那个时候就很考验 我教我女儿 到底教了什么了 她可以不告诉我 对吧 可是她选择打电话告诉我 说妈 我到了这里 她妈不在 然后她现在带我去哪里 我可不可以 我说你现在就回家 你孩子离开家了 还能不能照着 你所教她的东西去做 就是你教育 有没有成功了 你知道吗 当她看不到你的时候 就做不同的事 看到你才做你教的事 表示你的教育 还没有内化 那个价值观还没进去 所以你要交代清楚 规矩是什么 做不到的后果是什么 讲清楚 你不要一天到晚说 你不做的话 你给我小心了 请问 那是什么意思 你给我小心了 那是什么意思 你再不睡觉 你就倒霉了 那是什么意思 倒霉是什么意思 是怎样 是打屁股吗 打几下 是明天不看电视吗 你要讲清楚 你不要说你就倒霉了 你就给我完蛋了 讲这些话没意义的 具体的讲清楚 而且很重要是什么 说到 做到 一定要说到 做到 你不要只是威胁 你知道吧 威胁一次有用 两次就没用了 你要让孩子知道 你非常当真 每次犯 都是一致的后果 他就会知道了 你是认真的 你如果不认真 他会专漏洞 好 那处罚的后果 跟犯规的原因 要相配 犯多大的规 罚多大的后果 听得懂吗 不要什么事情都 无限大 后果 不要定的不成比例 你不成比例 孩子反弹更大 要不就失去效果 比如说 孩子忘了 写一份功课 你罚他什么 好 一个星期 不可以看电视 那你要看 这个小孩 有多大的 你知道吗 如果这个小孩 是一年级 二年级 时间对他是 没意义的 他是活在现在 一个星期 对他太长了 你知道吗 这对他是一辈子 如果他觉得 一辈子 那算了 那我剩下都不用写了 功课都不用写了 对吧 你已经罚了 我这么多了 那个一星期太长了 尤其是后来 他都忘了 他为什么被处罚 他只记得 他不能看电视 他是觉得 这个爸爸太可恶 OK 所以你那个 罚的那个后果 要合乎比例 你不要太过 到一个程度 他无所谓 他无所谓了 到了第二天 一星期 罚了一星期 到第二天 剩下那一星期 他已经是自动放假 全都不用写了 自动放假了 也不能罚的不轻 太轻 就是不痛不痒不行 要刚好切到刀口 刚刚好 怎么知道刚刚好 就是当你说完那个后果 他马上开始哭 就对了 就对了 因为每个小孩不一样 你知道吗 在美国 我们罚的是 常常叫time out 就是说把他放在一个空间 不准他出来 比如说 这件事情他不听话 我们叫他抱到厕所里面说 多久不能出来 这叫time out 这段时间他不能出来 然后呢 多大的小孩 比如说一岁的小孩 就是一分钟 对他来讲就很长了 两岁的小孩两分钟 三岁的小孩三分钟 是这样子的一个大致的比例 所以这个处罚的后果是这样 那他进去 可不可以带手机进去 不可以 他带着手机进去 他可以在里面快乐的什么 在厕所里也像天堂了吗 所以你要知道 不可以 可是你知道每个小孩不一样 我的儿子 放到哪都很快乐 快乐到一个惨度 我们都忘了他在那里 你知道吗 那那个处罚对他就没用 我女儿是放到哪里 一分钟他都闲长 他会一直在里面问 时间到了没有 时间到了没有 我可不可以出来 一直求你 你会觉得一分钟 都好像太长了 那我儿子是不恳不想 在里面快乐无比 自己玩 我们都忘记他在里面了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 合适的处理 爬不起床 怎么办 就让他迟到 让后果来处罚他 爬不起床 迟到 迟到以后 谁会处罚他 让他去 OK 这是自然的后果 自然的后果很重要 因为很奇怪 孩子非常在乎学校 孩子跟父母 没完没了 学校不会跟你讨价还价 对不对 学校是说到做到 所以忘了写数学 怎么样 不写 这是相关的 所以这边我要问的是 什么时候可以 没收手机 他做了什么事情 你可以没收手机 你们几岁给孩子手机 我想 我应该先问这个 孩子几岁的时候 你会给他手机 三岁的小孩 需不需要手机 我曾经在一个银行 看到一个小孩 跟着他妈在旁边 他就拿一个银行的 那个收据 拿了一个收据 拿了一个收据 在那里模仿干嘛 玩手机 小孩从小看着大人 一天到晚眼睛就在手机上 他也会想要的手机 几岁 孩子会需要给他一个手机 三年级需不需要一个手机 需不需要 他会不会打电话 他会不会说 妈 现在几点几分 我在哪里 你可不可以来接我 能够讲得清楚这些资料 大概是几岁 是不是需要有小学的年龄 小学几年级 三四年级 我跟你讲 完全是看 这个小孩 他能够为这个手机 负多少责任 他能够使用这个手机 不到这个时候 就不需要 那什么时候 可以没收他的手机 是当他比如说 在不该玩的时候 在用手机的时候 就是可以没收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可不可以拿出手机 最可怕的是 大家都各有一个手机 在吃饭 是不是 家庭时间很重要 所以吃饭的时候 他拿出手机 那个时候就可以没收 对吧 做功课的时候 他如果拿出手机 也是可以没收 还有什么时候 可以进网路 这些你们都要思考的 要有远见 你的处罚的后果 跟犯规的原因 要相配 我这边要提醒一个 不要拿走他的奖励 当做处罚 比如说 你跟他讲好 你只要拿A 你就可以去看一场电影 后来他不收房间了 你就把他看电影的拿走 这是不相关的 懂吗 原来答应他的奖励 还是属于他的奖励 不收房间 你需要给他另外的处罚 绝对不要把答应给他的奖励 拿来当做处罚 听懂我的意思吗 这一码归一码 这很重要 这是要非常清楚的 好 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 然后随着年龄要调整 小孩子一岁的时候 罚一分钟就很多了 然后呢 五岁的时候 罚五分钟 你跟着他的成长 来定他被管教跟处罚的时间长短 随着他慢慢成长 你要给他更多的自由跟责任 所以你设的规矩 必须要有弹性 当孩子照着你的期望 长成一个自重 自爱 负责任的人 有些限制就可以开始放松了 因为你信任他 你就不需要盯着他 更多的决定权 可以交在他的手里 学钢琴 海外的华人 每个华人小孩 都会一个乐器 不是钢琴 就是小提琴 就是笛子等等 那我们家 我们家的小孩 我曾经在小的时候 在我们的邻居家里面 我看到的一个状况 就是孩子都没准备好 妈妈就给女儿一架钢琴 儿子一个小提琴 然后那个乐器放在家里 没有人去动 然后我们家没有钢琴 所以我学钢琴 我就到他们家里 去借他的钢琴去弹 所以我有一个很深的观念 在孩子还没准备好的时候 不要给他乐器 所以到了我们家的时候 我的孩子是儿子学钢琴 女儿学笛子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家没有买钢琴 我们是一个键盘 比较简单的公用的键盘 所以他那时候用那个键盘 学了一年 然后老师每次让学生上台 去表演的时候呢 他是凭老师讲的 这边要重 那边要轻 凭印象 他实际上不知道 那个声音出来是什么 所以他在台上弹的时候 我发现他弹得非常好 我就觉得他到了时间了 所以我就带他去买 买二手琴 我是带他的钢琴老师 帮我们去选一个 二手钢琴 买回来了以后 坐下来我就跟我儿子讲 钢琴不是玩具 就先交代了 所以平常要弹之前 要去洗手 弹完的时候 要把布铺起来 不要拿什么玩具 在那边敲那个键盘 你知道看到有些小孩子 是这样做的 要照顾好你的钢琴 女儿也是 每次吹完那个笛子 要擦 要把整个笛子擦干净了 才收回盒子里 那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俩都不懂对吧 你说去练琴 你这样叫他去练 他是不会去练的 所以我们家一个陪一个 我陪我的儿子学钢琴 杜老师陪女儿吹笛 刚开始到时间练习 我们都是在旁边陪的 挑起他的兴趣 不是用打的 不是用骂的 就陪着他 让他觉得音乐很好玩 我们在那里 他弹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唱 让他觉得这个音乐 是可以享受的 然后慢慢慢慢 我就发现他们可以了 我就开始放手 就说让他去弹 我站在后面 再后来就是到时间 他们自己就会坐下来弹 学这些东西 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责任 可刚开始他不知道 你陪他 把他的兴趣挑起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 刚开始他们去学的时候 音乐老师给了我们个建议 就是每天上车的时候 就放他学的那些曲子 你知道环境很重要 如果你恨死了古典音乐 你还让你的孩子去学琴 这是跟自己找不通快嘛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要你的孩子学 他的环境里 就应该充满了 这样的一个环境 让他会觉得音乐 是可亲的 可及的 责任要转移 到后来我女儿开始拖了 我儿子从来没有 儿子喜欢音乐 从小坐下来就弹 女儿开始拖了 赖皮啊 或者恋啊 也不好好恋 恋了很快就不恋了 就是一个钟头的时间 他可能 吹了个十五分钟 他就停了 所以到有一天 我忍无可忍了 我就跟他坐下来说 你给我想清楚 你还要不要学 你知道我女儿什么反应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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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学人都话 弟弟怎么办 我说你不学 跟弟弟什么关系 那 他还要不要学钢琴 我说 那我们来问问看 就把儿子叫来 姐姐如果不学吹笛子 你还要不要学钢琴 那我儿子就说 我喜欢钢琴 我要学 然后我女儿下一句话 那 那 那 你们怎么办 我说 我们怎么办 我们会怎么办 你现在学我付钱 你不练 我就很生气 如果我不付钱 你练跟不练 我都无所谓 这是你的责任 你要不要学 你要不学的话 我不花钱 我高兴 对吧 我最怕的是什么 我们花钱了 他不练 浪费嘛 是吧 而且我们会有期望嘛 他说 那我想三天 好 我说你想 想清楚 三天以后回来说 我还要学 我说好 学到你自己决定不学 我们就停 自那以后再没给我任何的问题 责任转移 你知道吧 这叫责任转移 他不是为我学的 我跟他们讲说 学乐其实为了给你们 多一个感情的出口 不增加我的荣耀 真的不增加我的荣耀 像我自己从小学琴的 长大以后 我弹是为了我自己 我不是为了谁 我也不要求他将来成为 名钢琴家 像那个朗朗 我不指望 我们家出不来那样的人 我早就看清楚了 所以我们是愿意栽培他 我给他机会 可是你要感激呀 如果你不感激 那我何必 对吧 所以到他过的那个小时候 不清不楚 开始有点概念的时候 你的责任就要开始转移 这个非常重要 学开车也是一样 钥匙一交到他们的手里 就跟他讲说 自由跟责任是一起的 当你会开车的时候 你就要负一个责任 你开车不会危险到 其他开车的人 你要负责任 这都要一起交的 很重要 好 然后呢 你要有时间上的心理准备 管教需要时间 很多父母把这个 起在工作之后 家世自愈 然后不耐烦的 用剩下的体力 跟心力 对付的问题 孩子呢 就学会了 大人忙的时候 他就开始 出轨了 或者他是用不良的言行 他想要吸引你的注意 所以你要主动的花时间 来执行 那最重要的是 管教有一些前提 夫妻一定要一致 如果有一个松 有一个紧 你知道小孩子 柿子都是捡软的吃 他一知道谁比较松 他就会去找谁来投诉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你要经过思考 父母之间要想好 思考 虚心求教 推养出来 两个人一起推养出来 一个教养计划 这样才能经得起考验 两个人彼此沟通的时候 你知道你的管教 常常跟你自己的原生家庭 有很大的关系 你知道吗 我爸都是这样子教我的 所以我也要这样教我的儿子 一谈到自己的父母的时候 当我们彼此不同意 你的教养方式 你其实就是在对他的父母批评了 你知道吗 情绪化很重要 不能情绪化 你不能人身攻击 你不要有一些 没有想清楚的话 就冲口而出 就是因为这样 我一天到晚看不惯你 我可不愿意我儿子像你 像你爸 这样讲出来就完了 太杀伤力太大 两个夫妻两个 谈教养的时候 常常会吵架 吵翻了 那个有点像牙痛 是比较敏感的部分 沟通的时候 要有一点专业的精神 就像你在工作场合一样 大家意见不同的时候 耐着性质去解释 共同定出来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法 你首先要在期望上取得一致 对孩子的管教 期望 你期望是什么 希望他是诚实负责 有礼貌的 当这些列出来 大部分都不会反对 那你就讨论说 那照这样的标准 什么行为是允许的 什么行为是不允许的 讨论的时候 要把这些都列出来 撒谎 其实是正常的行为 你问说 谁刚刚把中央的糖吃掉了 都会说 我没吃 这是最直接的 你们两个谁先开始打的 是他 这都是正常的行为 很多父母会说 那是孩子嘛 哪个孩子不爱吃 哪个孩子不打架 那在正常的行为下 有的时候我们会模糊 管教的焦点 价值观不觉 不知间就给人家感觉说 撒谎没关系 撒谎没有错 打人没有错 所以我们的期望 如果是希望孩子诚实 有理 你就要分辨对一件事情的处理 从一开始就要关输这种行为 是不妥当的 是不被允许的 所谓为孩子立界线 就是告诉他 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 我在国内看到很多这样的现象 有的是对主父母 有的是对父母 孩子会打 小小的孩子会打父母 会打主父母 你们看过没有 这马上要告诉他是不可以的 第一次打的时候他不知道 你知道吗 小孩打老人家 我是很看不过去的 老实说 老人家没有做什么 只是不如他的期望 就在旁边打 其实都是傻赖 那种小霸王 这第一次你就告诉他 No 不可以 很严肃告诉他 No 这个是不被允许的行为 要求有话 好好说 然后预防剩余治疗 不要一天到晚后 叫处罚 家里的气氛一定不好 管教 不是凡事都说不可以 我刚刚已经讲过 早早的养成习惯 早早的养成习惯 给孩子一个固定的时间表 其实对孩子比较好 妈妈在这个时间表里面 也比较轻松 什么时候开饭 什么时候睡觉 可以减少很多的冲突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 两个差两岁到九个月 两岁九个月 所以小孩子 小的那个睡觉时间 跟大的时间 一定是有出入的 对吧 可是我们就是晚上九点钟 两个人都要上床 可是那个不想睡的呢 你可以看书 就是让他开始安静下来 你可以看书 你可以听你的音乐 可是到时间作息 一定要有一套组织 孩子比较有安全感 第二个 转移他的注意力 如果小孩喜欢 我们家的室内植物 所有的室内植物 孩子全都吃过了 小的时候 全都吃过了 有一次还从嘴巴 吐出来一个毛毛虫 我给你讲 与其每次看他吃什么碰什么 说No No No 不可以 你干脆把它都搬开嘛 对不对 把环境里面把它理清 不该让他碰的东西拿走 在厨房里面的刀叉很危险 刀 这些东西 你跟他说 这个不可以碰 那个不可以碰 你不如给他一个抽屉里面 放一些他可以玩的东西 小孩子很喜欢玩像真的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些旧的那些碗盘锅子 就放在厨房最下一个抽屉 那是他的抽屉 我们在外面 我们在上面做菜做什么 他可以在下面玩他的厨具 你给他一个地方 让他是可以的 转移他的注意力 转移他的注意力 然后那是小小孩 大一点的时候 你让孩子看着刀跟他说 你不听话 会有什么样的处罚 就解释 那另外一个呢 是事先预期规划 预期是很重要 事情还没发生之前 先规划 三岁的小孩 他不想睡午觉 可是呢 你跟另外一个小baby 可能需要休息 你就跟他解释 如果你不想睡 可是你还是需要休息 跟他讲 还是需要休息 那孩子一定会抗议 你就在他的床上 放一些他可以做的事情 让他去休息 让他有事做 小孩子自己跟自己玩 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存能力 生存能力 放假的时候 孩子说好无聊哦 我没有事干 尤其是暑假 孩子是带着很大的期望 很多的兴奋 结果到了第一天才发现 我没事做 什么都没得做 那父母就要帮助他策划 跟他一起想说 我们这个暑假可以做什么 什么时候 你是可以去跟朋友去游泳 什么时候你在家里可以做些什么功课 你跟他一起来策划 这叫做事先预期 事先预期 也可以去预期他一些事后的反应 通常小孩来到教会都比较兴奋 你知道吧 太多的刺激 回到家以后 通常都比较闹 所以你就要安排他回到家的时候 不给他太多的功课 因为那段时间他已经累了 过于兴奋 你给他的一些活动是以安静他为主的 你不是把他玩得更疯的 然后有些什么时候他不听话 是因为他过于累 坐不住 这些都不需要处罚的 你要征坐情形的 好 然后分辨管教的重点 首先你要知道他是故意违抗 还是无心之过 什么是故意违抗 我告诉你不能做 他当场马上做给你看 这叫做故意违抗 什么是无心之过 无心之过是孩子不小心把牛奶打翻 你要不要处罚他 要不要处罚他 那不是故意违抗 那是无心之过 我记得有一次 我的女儿帮我出去买菜 要拿回 在美国我们都是开车嘛 装满了 她帮我把菜拿到厨房 把整盒的蛋给我打翻了 全破了 我当然是很气恼 可是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他是不小心的 你说那个要不要处罚 不需要处罚 因为你的目标是要孩子听话 他无心之过 不是因为他不听话 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听话 孩子忘了教功课 要不要处罚 要不要 要不要 所以你就要分辨了 他不教功课 是因为他故意不上心 还是有些小孩天生就会忘 是不是有些小孩天生就会忘 所以这个你要分辨 这个要分辨 好 第二个重点 你要重要问题跟次要问题 分辨一下 什么是重要问题 什么是次要问题 说谎是重要还是次要 偷东西是重要还是次要 吸毒呢 房间不收 次要 头发样式搞怪 次要你要分辨你知道吧 重要跟次要 因为做父母就怕劳动 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有最高党级的急言力色 你知道吗 家庭气氛是会很负面的 而且呢 孩子很容易对你爸爸妈妈的声音开始听不见了 失去敏感性了 弹性疲乏 所以你要对真正的重要的问题 才真正的用最高级的去处理 其他的次要问题 品味跟习惯是次要问题 品格跟价值是重要问题 你还要分辨什么是真正的需要跟感觉的需要 两岁的小孩 他会觉得他需要吃饼干 你觉得那是哪一种 他可能是感觉 因为他可能真正需要的是晚餐 可能是晚餐 你要分辨 父母都知道的 什么是他真正的需要 所以有时候他跟你吵的要什么 所以你要问一下 这是他真正的需要 还是感觉的需要 然后一定要恩威并重 过言的父母 常常会说不可以立很多的规矩 孩子长在一个充满指责 负面控诉的不愉快环境 可是太放纵呢 就无法无天 造反有理 你知道我们到一个人的家里 很快就知道 这个家里谁是主人 很多是小孩是主人 满地都是 全是他的玩具 没有地方可以走 然后没礼貌 顶嘴 粗鲁 要什么东西没要到 就耍赖 发脾气 让父母就范 这就是孩子在做主 那我现在讲到的是说 平衡 平衡很重要 在一个平衡的家庭 你会跟他说好 可以 然后让他能够觉得 被尊重 然后知道说 有些事情要照着你所立的规矩去做 并不是他来掌控 整个家庭的走向 你们知道排行会让小孩的个性不一样吗 他看自己的家 看世界会不一样吗 排行会不一样 他学习这个世界的方式也不一样 因为站的角度不一样 老大 生出来的时候 他的世界里全都是什么人 大人 老二生出来呢 就多了一个小孩成为他的参考点 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说只剩一个孩子 大人是不会跟小孩抢玩具的 再生一个 小孩跟小孩会不会抢 会 当两个小孩抢玩具来到你面前告状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我们怎么处理 我们常会说 他比你小 你让他嘛 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错误 为什么他老大 他会说我怎么那么倒霉 你为什么要先生我 对吧 你为什么不晚一点生我 那就全是我的了 是不是这样子 正确的解决方式 你们两个去解决 解决不了 谁都不要玩 他们就会回去解决 他们会有他们的方式 你知道吗 这是让他们学习处理冲突 两个如果说 你打我 我打你 吵得不得了 你过去问说 谁先开始的 他们一定会说 他先开始的 这种问题都不用问 你只需要说 你们两个如果解决不了 那两个一起罚 是吧 我给你五分钟 五分钟解决不了 两个一起去 房间里面去 一起解决 马上就解决了 那通常老大 比嫁会比老二 像一个领袖 老妖就是老妖 老妖就是老妖 我女儿 生下来就像老大 弟弟出去 手里要抓个什么玩具 他不准 他一定要抓到 他的手里 他觉得弟弟 一定会把他搞掉 我从来没教过他说 你要看着弟弟的玩具 不要掉 他天生的就觉得 他需要管 老大就是这样 非常奇怪 可是老大 他也会带着小的 也会带着小的去玩 那我不知道国内 会不会有生三个的 小孩的可能 那就有个中间的 排行中间的 那就是两边不招村 通常中间的 他比嫁不会那么出头 他要生存 你知道吧 因为老大一定会得到 全部人的注意力 老妖眼一直都是大家 眼里面的可爱的那一位 中间的一个就变得很懂事 变得非常懂事 排行会影响他们怎么看世界 排行也会影响他们怎么看自己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我告诉你们 生老二的时候很重要 不要让你的老大失从 教会里面面对 如果谁怀孕生老二 你去看他的时候 拜托你带个玩具送老大 因为我们去看老二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个 哇 好可爱哦 他怎么长得这么可爱 然后你会发现那个 另外一个老大在旁边 可能一直叫 一直干嘛要争取你的注意力 我们全部都注意不了他 因为我们去看的那个焦点 是在老二 正确的做法是 买一个东西送给老大 先跟他讲完话 再去看小的 让他不会觉得被冷落 要不然你会发现 老二生出来的时候 老大忽然退化了 本来会上厕所的 不会了 为什么呢 他也希望你的注意力 你知道吧 他就用有问题 让你去注意他嘛 然后他会变得忽然 非常的闹 非常的叫 因为这些都是在叫 要你的注意力 所以呢 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就是怀孕的时候 就让他参与 怀孕的时候 就让老爱去感觉 说你看你有个弟弟 或妹妹要出来了 你将来要帮我哦 帮我去照顾他哦 然后呢 那时候我跟杜老师商量 你管一个我管一个 不要让哪个小孩 就觉得说 父母全都被另外一个带走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生老二的时候 因为妈妈通常是照顾最小的嘛 所以杜老师就照顾老大 然后晚上床前故事 就是一人给一个念 就是这样一人管一个 所以生两个刚刚好 蛮好的还管得过来 三个就有点忙 也有人说生三个 因为我有同工 有七个小孩的 他们说等你生到第三个以后 生多少都差不多一样了 因为全都是老大 在带后面的嘛 你训练你的小孩 让他们老大带小的 就是这样 可是我今天要跟你讲 会受手足的影响 比如说 如果都是男孩 哥哥在学校里什么都好 大部分老大 好像在学校里什么都好 老二就会觉得 哥哥太强了 老二功课就变得没那么好 那他如果能力呢 刚好跟老大相当 他也会觉得受威胁 因为人家就会说 对 你就跟你哥哥一样 顶多就到一样好 不会说你比你哥哥好 你知道吗 这对他们来讲 就没那么好玩了 所以很多的老二 为了引起人家的注意 他们会寻求不同的发展 如果老大成为学者型 老二运动员 就会走运动 如果说老大是学钢琴 老二就会学弹吉他 他就不会再去弹钢琴 这是一种反弹 他要找到他自己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观察 你不要去偏哪一样 最后孩子是在 全力争取中学习 他的成长是一连串的实验 实验什么 他可以争取多少的权力 在心理学家 把这个叫做 有目的的行为 他说孩子所有的社交 都有一个目的 争取注意力 attention getting 争取注意力 他们的目的 不真的是很纯正的 他要做 他想做的事 他会一直做 他不停止 他不断地在挑战 到底是谁在当家 谁管事 谁可以掌控 谁是老板 我现在说的不是说 老板是爸爸或妈妈 我现在讲的是 父母跟子女 子女在跟父母里面 他在尝试 他知道哪一招有用 他知道哪一招没有用 甚至即使是 内向害羞的孩子 他也是用他的内向 来控制你 你知道吗 他害羞 他很多是 没办法去争取 你知道父母 就会帮他争取了 你知道吗 我们联系他 我们就会争取 结果他还是达到目的了 所以孩子 小的时候 都是很自私的 他们都是自我中心的 他如果得不到 要父母的注意力 他会用很多的手段 他会引起你的担心 或焦虑 有的孩子是用泪水 用哭闹 这个方式用来控制他父母 去回应他的需要 所以我们可以说 孩子有的时候是 小流氓啊 土匪 他的终极目的 就是要你的注意力 正面的行为 行不通 他就用负面的行为 无所不用其极 正面的行为 要得到注意力 就是他非常的乖 成绩非常的好 听话 负面的呢 就是老师被老师 找到办公室去谈 成绩不好的成绩单 那父母就变成说 怎么会这样呢 就需要做些什么 去帮他 就得到了父母的注意力 还有的孩子呢 会讲说 我就是不会 我就是不会 那大人就会同情他 为了争取同情的分数呢 那这些 就变成是得到了 他所要的权利 这些行为的下面是什么 他在传递一个信息 这边写了 你拿我没办法 你得听我的 你得听我的 所以有的父母呢 搞不清楚 父母的反应 可能是被激怒 发脾气 觉得你怎么那么不听话 你怎么在顶嘴 那他就是要你生气 他的目的 他要看到说 我做这个 你会有什么反应 从两岁开始就会了 我们在心理学说 两岁是terrible too 很可恶的两岁 虽然他做什么 他都说no 他很喜欢说no no给他一个权威感 你知道吗 你叫他说 今天我们去教会 no 他就觉得他有威力 当他说出这句话 你就得回应 有的时候父母就被他挑战了 他只要轻轻地说no 很生气 大叫大跳 他就会觉得很好玩 你看吧 我让你能够做到这样 他在测试父母的界限 他在推敲他的限制 到底在哪里 我就说最经典的方式是哭闹 如果说 他说妈 我要吃波霸奶 他说不可以 他就开始哭 刚开始哭 不可以哭个大声 然后他就试到说 我这次哭到第五声的时候 妈妈就会买给我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说 如果孩子在旁边一直闹 你怎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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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那里做饭的时候 他一直在冷处理 这是有经验的吗 你有经验的吗 你不要在那里求求他 求求他 你不要闹好不好 你不要 太温柔了 你知道吗 你不要闹好不好 你不要妈妈 妈妈在忙啊 妈妈待会儿来 太温柔了 冷处理 那甚至你绝对不要贿赂他 还闹 你就塞他一个躺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孩子闹 你塞他一个躺 你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你在奖励他闹 他闹你为什么要给他躺呢 绝对不能奖励 对吧 最好的处理方式是 他在那里闹 又叫又跳 最好的处理方式 把他当场抱起来 放回他的房间 因为全天下的人 从小孩到女人都一样 闹是为了有听众 有观众 当他没有听众跟观众的时候 他就忽然就安静了 哭没有人听啊 在公共场合也是一样 你拒绝做他的观众 你知道这种事情很奇怪 没人教他就会 我的小孩我女儿老大 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人示范过 我们到超级市场买菜出来 所有的超级市场门口都有 丢钱就可以买糖果的那种机器 他就开始闹 他要 然后就啪一下 啪到地上开始哭闹 没人教耶 你知道我要怎么反应吗 我得做个选择 我要做个选择 就说你不要不要 你看看你旁边都有人啊 你这样多丢脸 然后赶快就塞钱给他买 是不是 我就是跨过他 我就走出去了 我这一跨过他走出去了 以后他就哭的给我跑出来 在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第二次 他学会了 我不会因为他的哭 因为你是在被他威胁 你要懂吗 这是个权利啊 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你要了解这个互动啊 这个互动 当他做了什么 你就会有什么反应 他下次会重复再做 要达到他要的目的 所以当你在忙的时候 他在闹的时候 你就干脆把他抱起来 放到一个地方 就是没有听众 没有观众 你在里面 你爱怎么哭 你怎么哭 尽量大声 哇 好健康啊 太好了 你就跟他说 你要闹 可以 我不阻止你 但这个方式 不能达到你的目的 然后呢 要强调 这种打爸爸妈妈 打祖父母都是不可以的 你要跟他说 好好说 好好说 说清楚你要什么 好好说 不可以 又要求 又骂 又打 然后做完了这些的以后 他打你 他骂你 对吧 你还屈服他 那孩子就知道了 谁有权利 谁有权利 孩子 所以隔离很重要 隔离知道他 英雄无用武之地 OK 然后呢 你在那里 你要做什么 你做什么 我这边 我该干什么 我干什么 然后你绝对不要说 他在里面又哭又叫 你知道有的妈妈受不了 听他又哭又叫 就开个门说 你好一点没有 关门 他哭得更大声 再回去说 你好一点没有 你连那个都不要去过问 就让他去哭 我跟你讲 一个有爱的家庭 孩子也是哭不死的 先告诉你 哭不死的 还是会长大的 绝对不要 奖励孩子的 哭闹行为 听懂了没有 这个很重要 在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马上给他行为给掐掉 不给他机会 你不要第一次 你的原则没拿准 他就知道了 有的父母就是 软 就是没有原则 到最后呢 这个家谁做主啊 就是那个孩子做主 所以 养子不教 谁之过 谁之过 父母之过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先为你 托管在我们手上的孩子 向你感恩 神啊 我们实际上也不配 可是你如此爱我们 要我们经历 我们从自己身体里面 产生出来这个小生命 然后为一个生命负责 把它给养育 长大的这个经历 可是神我们知道 我们的所知不够 我们也有许多的错误 让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让我们 失脚 没有办法把孩子带到 你和你心意的蓝图 神就求你帮助我们 有的时候 我们是为了爱孩子 我们就需要管教 我们要在爱里面去管教 我们不只是管 我们也教他 帮助我们 每一次设立规矩 是在祷告里面设立规矩 帮助我们祷告 我们孩子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帮助我们要朝那样的一个 远见跟异象 来设立我们的规矩 也帮助我们能够解释得清楚 规矩后面的原因 然后帮助我们 必定要设下后果 不守规矩以后的后果 不要让我们每一次 是一个情绪的爆发 是在那里出去的去惩罚 我们是要帮我们的孩子理解 他做错了 他需要归正 求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智慧 神啊 我们也要为我们一些情绪失控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悔改 做父母的都有这一刻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过于疲倦 工作本身的压力 生活的压力都在那里 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不够耐心 神啊 我们就求你补足 补足我们在为人父母所犯的一切错误 也求你教导我们谦卑受教 我们愿意学习怎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成长 帮助我们的孩子寻找你的心意 我们谢谢你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